大家好,秋季特别适合养蟹爪蓝 那么我们很多花园都会开始入手一些蟹爪蓝了 但是这些新入手的蟹爪蓝的话 总是有花园养不活 养没多久就发现它出现一个烂根 甚至是无法生长 整个植株出现尾面下垂 甚至近节腐烂这些各种问题 严重的话是整株死亡 那么新买回来的蟹爪蓝 我们应该怎么养才能让它能够尽快的成活 买一颗就能够活一颗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注意好三点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点就是买回来的这个蟹爪蓝 我们一定要先经过这个缓苗处理 那么怎么叫缓苗呢 就是把蟹爪蓝买回来之后 先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 然后有一点点闪色光的地方养护 这个时候不要给它施肥 不要给它强光直射 那么这样子的话 等到它恢复一个正常的生长之后 我们再来给它增加光照 再来给它适当的追肥 那么第二点就是买回来的蟹爪蓝 如果像这样子是带有花苞的 那么建议大家最好就是给它进行一个输累 因为环境的改变 再加上这个蜘蛛还要缓苗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让它流太多的花苞蜘蛛 它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担 可能会出现一个生长特别弱的现象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把这个花苞给它输一下 基本上一个枝头 给它留一个比较健壮的花苞就可以了 如果是没有花苞的蟹爪蓝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给它喷湿一次 这个带生猛新这种杀菌剂 给它杀菌可以避免病菌的侵害 而且如果是带有花苞的话 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喷湿到这个花苞上面 特别是花苞露涩的时候 如果你喷湿的话 可能会导致你的花苞脱落 第三点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少浇水 刚买回来的蟹爪呢 一定不要大水浇灌 大水浇灌的话呢 很容易烂根 而且导致病菌的侵入 那么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呢 如果盆土相对比较湿润 不用浇水的话就别浇 或者是如果盆土特别干的话 也不要给它大水浇 最好就是少量浇水 少量浇水满足它根系的一个吸收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能够迅速的恢复 然后会被一个正常的生长 所以新买回来的蟹爪蓝 大家呢 只要注意好这三点 基本上的话 我们买一颗就能够活一颗 而且后期的展示呢 也会比较好 来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